我妹夫把翘翘给我接回来了 正好德宇跟大绳子也回来了 我宰这个儿子都弄冰的 正好赶上了 让大绳子帮我干 不对 他妈说的不对 他怎么能要帮你干的 哇 是是是 我说你帮我干活 他说的怎么能是帮我干的 都自己家活 是这意思 那么一样吗 那么都自己家活 可得一样 可得一样 你到了 吃麻辣汤 不要吃吧 好吗 麻辣汤是吃的 带你到5块6的 太清廉了 我先忘了 你咋不说他能得语啊 最六都别说话 他平时就这么教育你的 我忘了 你在街子跟着说话 说话 他现在做包件呢 让哥宇跟着学 今天早上洗的时候 我倒上扇还没干 头发太厚 我踢的 你给我拿推子 我要你踢的 推的 拿后就要踢的 你也有拿捡的就行 这脚是齐的 想捡还有一点水味的 刚才我妹夫在这 把我们干活了的 后来我爸这上菜园子整 豆角去了好像是 完了把我妹夫就整走了 一会儿到两点半左右 我就得跟翘翘去 摩托班陪他上课去了 我现在特别讨厌周六走日 反而更喜欢周一到周五的 差不多那两二四六 滑个队一样 包架也坐好了 正好翘翘也要上摩托班了 直接坐到顺风车送我俩 上车姑娘 翘翘苦求的小叔 让他小叔陪他上完一节课 他小叔不许 最近这一周的天气预报 全是阴雨天 你俩是不是在户外干活啊 在室外的活肯定就干不了了 大绳子跟德宇要去一趟高水站 不知道要干啥 等他忙完之后回来接我俩 大绳子忙完了过来接翘翘 德宇又在车上呢 他说了 出来了 换鞋咱们走了 忙碌的一天终于结束了 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上那边吧 你不用窜了